第1426章 走吧 50分钟后 24小时通宵营业的餐馆 尼科洛之家 空旷的大厅里 只有服务生昏昏欲睡地趴在前台上 打着哈欠 灯光寄聊 角落里 怀尸面前的盘子已经空空如也 就这 他放下叉子 茫然地擦着嘴 不知道爱琴为什么这么严肃 干嘛这么忧心忡忡 在听爱琴说之前 他来这的时候 都已经做好了 炸了半个伦敦 然后杀进中央决策室 最后砍上几颗狗头的准备了 结果竟然不需要血流成河 这分明是好消息吧 听上去和公司组织大家春游搞团建 差不多吗 充其量只是项目夸张了点 怀尸捏着下巴 好奇地问 你是不是严肃过头了点 爱情沉默 克制着打人的冲动 这个家伙 到现在还没理解事情的严重性 或者说 根本不在乎 确实 未必需要你死我活 但实际上 即便是你死我活 只是最后的手段 但所有人都一定会做好准备 一旦谈判和交涉破裂之后 也必然会演变到这种程度 爱情严肃纠正 接下来 你要面对的 就是整个统侠局了 不论如今的职能有多么偏僻 权力有多么的渺小 此刻 参与进再生计划内的所有调查员 所有的部门 也都绝对不会放任自己的权力旁落 同样 也不会容许主张旁落 甚至 理念都可以放在一边 这是货真价实的权力的斗争了 如今统侠局内 所有的实权部门 都已经参与进了这一场先导会的内战里 同时 为了保证自己的优势 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也必然会全力以赴 即便有规则的限制 但也会为调查员 提供所有力所能及的辅助 就像是如今爱情胸前口袋里 别着的那根钢笔一样 只要有这个权限 在手中 现在的爱情 就能够毫无阻碍地 访问陷阱的任何档案 机密 资料 甚至包括叶格尔本人的档案 和日程表 他已经有了监控统侠局内部的眼睛 聆听一切不邪之音的双耳 可其他的部门呢 难道就会如此地遵守规则吗 要知道 当所有调查员身后的机构和部门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便是涵盖全境 遍及人是一切的的庞然大物 统侠局 每一个部门的储备 历史上那些交错职权所遗留下的机密 乃至内部的武装行动人员 物力 财力 人力 只是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麻 纠正一点 怀氏强调道 不是我 是我们 他咧嘴一笑 保证道 放心 我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忘记告诉你了 再生计划的目的是以人之手足 重新奠定人是和人是中的一切 因此 一旦计划进入正式阶段 所有非人的力量 会被禁数屏蔽 他伸手 指了指怀氏的脑袋 不论你影子里的那个怪物 还是你灵魂中的奇迹 还是你所得意的铸造之术 都会在大秘仪的压制之下 消失无踪 你们称之为极异的那个东西 失去圣痕的辅助之后 也会削减到极限吧 简而言之 到时候你可以依靠的 就只有你自己了 怀氏 他说 你的灵魂 真巧 我的灵魂 似乎也属于万里挑一的那种 怀氏贪手 可你的立场呢 爱情冷声发问 这可不是天国谱系 能干涉的范畴了 怀氏 你在想什么 还是说 你为了逞英雄 甘愿放弃自己所奋斗的一切 回答他的 是怀氏从怀里掏出来的证件 统侠局特等五官 怀氏 别紧张 没那么严重 大家都是自己人 怀氏笑了起来 我坚持一向可以的 就当打个灵弓不就是了 恰饭吗 不丢人 况且 我们不是早已经签过合同了吗 爱情沉默 这是我答应你的 所以 别担心 我会帮你 怀氏说 让我放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 我做不到 沉默里 爱情没有说话 也不为所动 只是神情冷漠 看着他 许久 这话听上去 可真像个渣男 是啊 我也觉得挺渣的 怀氏尴尬 挠了挠头 之前的时候 也有人说我是个渣男 我知道这样不好 但我又不知道 怎么做才是对的 可既然渣都已经渣了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渣到底呢 不然的话 也太不像话了吧 他抬头 平静地向眼前的人保证 我要帮你 爱情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不是因为有什么合同 也和其他的什么职责和立场无关 哪怕到现在 你对我说 有可能和整个统侠局为敌 可我依然不觉得 有什么问题 不论你是否愿意 我都会帮助你 他说 就像是你帮我一样 当这么说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愉快又得意 为此而沾沾自喜 为能够收到那个电话 和他的请求 而感到欢心 因为再没有什么认可 对他而言 比这更好了 爱情再没有说话 沉默里 只有他面前杯子中的冰块 发出的细碎声音 水珠无声地滑落 溶解了最后的反对和执着 令他无声叹息 怀施 嗯 我不会认说 这是我的工作 他说 即便是自己的安全 无法保证 哪怕是你会有危险也一样 所以 不要让我觉得遗憾和后悔 我知道 怀施点头 爱情说 我会做好我的工作 你只要做好你的那一部分就好 好的 怀施爽快点头 就像是你信任我一样 我也那么信任你 除此之外 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他坚信这一点 不管是什么统侠局的内战 还是先导会的运算 所谓的再生计划 还是其他 都无所谓 他已经来到了伦敦 就在这里 所以 其他的 他已经不去在乎 统侠局的再生和未来 同他无关 他所要的 是 就像是夺驾交友一样 顺畅且轻松地 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 欣赏旅途的风景 最后 尽量留下更多值得铭记的美好回忆吧 那么 准备好了吗 他为身后的爱情拉开了大门 迎手示意 门外是薄雾中的细雨 夜色中灯火璀璨的城市 陷进的心脏 还有地平线 孕育在黑暗中的黎明 以及 等待着他们的战争 莫名其妙 爱情撇着他煞有介事的样子 只是微微摇头 向着他伸出手 走吧 他说 好 怀尸握紧了他的手 然后 就听到爱情伤脑筋的叹息 伞 伞给我 哦 怀尸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将提着的伞为他撑开 递了过去 然后装作无视发声 可爱情走了两步之后 却回头看过来 瞥着好像在四处看风景的怀尸 无奈叹息 还愣着干什么 他伸出了自己的手 在前方等待 扶我一把 好的 这一次 怀尸握紧了他的手 告诉他 随时随地 爱情再没有说话 跨过台阶 沉默向前 在他的身旁 伞下的怀尸无声地微笑着 望着远方城池的轮廓 期待地哼唱着那些 他们熟悉的旋律 那么 接下来 让我们去挑战一切 哪怕前面的是整个世界 再生计划 开启第三天 凌晨0点35分 序列后补淘汰正式结束 正式资格者登入完毕 原定调查员41人 存留24人 补入调查员16人 存留9人 在大屏幕之上 名单缓缓地展开延伸 所有参与者的档案 浮现在见证者们前方 一直到最后 最后一位参与者的消息浮现 调查员 爱情 所属 架空机构 短暂的沉默之中 中央决策室里 传来了仿佛潮声一般的 窃窃私语 在最前面 叶格尔微微一愣 愕然地看向了身旁 那位正转着一只 崭新钢笔的素然女士 这一次 架空机构也要参与吗 按照罗素那个老东西的话 来都来了 X女士微笑 终在参与呢 对不对 哎呀 叶格尔看着屏幕上 那一张神情素冷的证件照 轻声感慨 看起来 你和那孩子相处得不错 别用这种称呼 X女士认真地纠正 就算是孩子 那也是我家的孩子 至少我能肯定你 对他很有信心了 叶格尔汉首 终在参与 我说过了 不怕他因此而殉职吗 叶格尔无奈 X女士微微一笑 这就是我对他有信心的地方了 是啊 别说是你 我都有信心 叶格尔叹息 架空机构的肃清者 再加上天国普系的怪物 恐怕其他人 现在也感受到压力了吧 铸铁军团的柜子手 税务部的执行人 产权局的铁星之律 金融编制局的重建工程师 现在再加上理想国的调律师 他摘下眼镜来 揉了揉眼眶 疲惫感慨 时隔70年的再生计划 这一届真是地狱难度啊 哈 你在说什么呢 老东西 X女士被逗笑了 难道这一次 比得上你内见 这可说不好 叶格尔微微摇头 并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 即便是在统辖局的高层之中 也少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如今 被誉为宣讲者 和最接近局长之位的叶格尔 本身就是曾经再生计划的参与人 70年前的 上一次再生计划 在天国陨落之后 先导会所展开的紧急运算 为了应对纷繁变化的局势 和日复一日恶化的状况 为了填补理想国造成的空缺 一直作为背景板而存在的统辖局 终于从幕后走出 接管了全境 得以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可同时 那一次意义重大的运算 也被认为是最接近失控的一次运算 以70%以上的参与者死亡 26%的参与者伤重退职 伦敦永久毁去了1%作为代价 得到了指引未来的方向 在上百名调查员之中 只有三位胜者 其中包括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调查员叶戈尔 彼时的叶戈尔 只有16岁 而正是这个人 从后补序列中脱颖而出的调查员 在完成运算之后 执行先导会的命令 带领着统辖局 完成了70年以来的扩张 在面对三柱缺失的状态中时 原本相对封闭的统辖局 接管了整个天文会 同时 强势地将自身的影响范围 辐射到了全境 将五大谱系也彻底囊括其中 成为了陷阱当之无愧的主宰 同时 为了这一份秩序 统辖局也舍弃了绝大部分权力 将这一份力量用以共享 大量引入了外来的机构和成员 重新组成了现在的样子 甚至 就连局长的职位 也在统辖长的谈判中取消了 改组为如今中央决策式的形式 即便日渐臃肿和迟钝 为人所诟病 执着于大局 而无视了诸多牺牲和悲鸣 但统辖局终究无愧于自身的职责 现在 变化的时候再度到来了 叶戈尔坐在这一张椅子上 看着屏幕上浮现的报告 无声叹息 终究是体会到了 曾经引领者们所面对的压力和忐忑 可当最后的授权界面出现面前的时候 依旧 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 予以认证 在那一瞬间 自肃目的寂静里 所有人都抬起了眼睛 平住呼吸 细语无声 笼罩一切的薄物 无声涌动 一缕如梦似幻的微光 从空中萦绕而过 仿佛讯号一般通告全体 再生计划 正式开始 自此刻开始 自先导会的见证之下 统辖局辖下的所有部门 迎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陷阱防御部 金融编织局 资源管理会 技术部 气象省 产权局 边境海关 架空楼层 全境邮局 天文台 文化艺术管理局 总计33名调查员 再生计划的正式参与者 将迈上战场 这就是再生计划 为期10日的统辖局内战 用尽所有的办法 使用一切手段 去身体力行地 向白银之海彰显自己的能力 强调自己的主张 赢取应有的地位 证明自身体制所造就的优势 去决定 自己的 统辖局的 陷阱的 全人类的 未来 第1427章 绝对指令 当一切前置条件皆已备齐 当所有参与者全部入场 当叶戈尔的权限解开最后限制的瞬间 再生计划 启动 那一缕如梦似幻的荧光 自伦敦的上空及尺 仿佛泡影一般虚无 掠过了一双双眼瞳 照亮了黑暗中的等待者们 将整个伦敦 环绕其中 薄雾涌动 细雨泼洒中 整个城市仿佛都隐隐亮起了微弱的光芒 仙导会的意志降下 俯瞰所有 宣告残酷的斗争和淘汰正式开始 最后的荧光降下 落在了参赛者们的手中 也照亮了黑暗中 那一双等待着的眼瞳 空旷废旧的仓库中 沉默的中年人 坐在孤灯之下的折叠椅 手中的怀表 无声地在指尖转动着 感受到了手背微微一热 隐隐的天文会灰迹 已经从手背上浮现 旋即 又消失 折上了怀表的盖子 听见手机单调的铃声 在电话里 一个低沉的声音告诉他 开始吧 是 肃然挺立的中年人 昂首回应 挂断了电话 在寂静里 他回头 轻声宣布 任务开始 哄 震人心魄的闷响声 骤然掀起 那是不知道多少皮靴 同时践踏大地的声响 就在他的身后 数百名参与者们 已经挺身起立 昂起头来 集结为了如同钢铁晶体一般的 森严阵裂 下面开始简报 头发斑白的短发 中年人的双手背在身后 向着同样迫不及待了的下属们命令 我将担任这一次行动的指挥 代号上校 从今天开始起 七天之内 我们的作战区域是伦敦 内容 保存自身 排除一切阻拦者 为将军阁下带来胜利 是 告诉我 你们是谁 呼哈 呼哈 仿佛同一肺腑的呼吓和呐喊声响起 那一张张狂热的面孔齐声回应 我们是士兵 是工具 是陷阱的守护者 很好 那么 接下来开始分发情报和装备 任务已经开始了 工具们 上校咧嘴 看向了眼前的下属们 微笑 死机的仓库在转瞬间沸腾 当一辆辆卡车鱼贯而入 带来了那些绝对未曾出现在任何登机目录上的武器 弹药和装甲的时候 钢铁的巨兽 便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爪牙 那些早已经不复年轻 甚至伤痕累累的壮兽男人们排着队 按照次序上前 从上校的手中 接过了属于自己的武装 每一次 上校都会向他们发问 你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来的吧 当然 最前面 略显肥胖的中年人汉手 摘下了帽子 露出了颅骨上的疤痕 刺青编号 还有金属头盖骨 微笑着 汉手 替我们向将军阁下致意 我会的 上校点头 两人擦肩而过 然后下一个 再下一个 哪怕是同样的寂静 夜色仿佛被无形的火焰撩动 也渐渐变得不安稳了起来 就在高耸的楼宇之内 从未曾出现在公开记录的庞大房间中 一个个监控屏幕中 来自伦敦的各个地方的景象 传递到了控制台的前方 繁忙喧嚣的监察之中 坐在最前面的男人轻叹 都是一群不安分的家伙 陷进防御局的人 似乎已经开始动手了 秘书按着耳麦倾听片刻之后 在他旁边轻声问 我们是否要做出应对 通知下去 我们按兵不动 让他们先打 金融编织局的重建工程师 端起咖啡杯 面无表情 我们不着急 等他们打完了再说 我们支持谁 秘书问 蠢话 工程师默然回答 当然是谁的价码高 我们支持谁啊 另一处 伦敦的街头 温柔的灯光之下 在喝醉的流浪汉之间 那个头发蓬乱的男人 大笑着转着圈 演奏着自己的手风琴 那悠扬的旋律 徘徊在夜色之中 令冰冷的城市 仿佛都变得温柔了起来 无家可归者们 举着烈酒 唱着 跳着 汇聚在一处 互相取暖 最后 当演奏结束时 为他献上了掌声 谢谢你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演奏 不介意的话 要来点吗 坐在汽油桶旁边取暖的枯瘦老头 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啤酒 那可太谢谢了 演奏者慌不迭的结果 仰头顿顿顿 一饮而尽之后 才擦了擦嘴 没想到刚来这里 钱包就丢了 要是没有你们的话 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别担心 小伙子 会有办法的 老人指了指 自己用纸盒子 搭起来的屋子 不嫌弃的话 咱们可以凑合一宿 谢谢 会有人来接我的 多谢你们接我电话 头发乱糟糟的男人 咧嘴一笑 向着他们挥手道别 就这样 扛起了情香 走在了夜色的街道之中 自昏暗的路灯之下 同另一个背着情香的年轻人 擦肩而过 脚步微微一顿 似是倾听 可是在情香里 却听不见熟悉的弦音 只有沉重钢铁武装的 隐隐争鸣 嗯 不错的音色呀 演奏者轻声呢喃 期盼地看向夜空 接下来会有什么乐章呢 真期待呀 我已经看到色彩了 在阴影的角落里 扛着背包的女人 抽着样式古怪的电子烟 脸上带着凡复的刺青 向着她咧嘴一笑 耀眼的湛蓝 炫目的心红 还有这狂热且激进的表现形式 啊 真美 会有不错的话的 只有你一个 演奏者微微一愣 寄灵没来吗 谬斯画师撇了撇嘴 神情复杂 他说 已经有另一个除魔在了 没把握 所以刚刚坐飞机走了 啊 是啊 灾厄乐师仿佛也想起了什么来 愁苦地挠着头发 我也好想走啊 你也怕 画师斜眼 我们音乐协会里 大家比情书的充其量 只是书半个灵魂出去 了不起再探几本乐章 可现在的心人都不讲应得呀 输了是真要命的好吗 乐师愁苦叹息 要不咱投了吧 你这个耸货 能不能稍微拿出点干劲来 画师大怒 却听见了手机的铃声 乐师微微一愣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看到了来电之后 面色一变 肃然地接起 倾听着另一侧的通知 嗡嗡作声 直到挂断了电话 眼中的迷茫和不安进去 再度坚定起来了 怎么了 谬斯画师也紧张了起来 出事了 嗯 乐师的面色紧张 摩金银行的信用卡账期 要到了 又到要还钱的时候了 你究竟欠了多少啊 画师勃然大怒 不是去年刚借我的钱还清了吗 顿时 演奏者的神情尴尬了起来 去年还的是前年的 我看到一把绝好的琴啊 就没忍住 况且 你还不是一样 我是有赞助者的 别跟把我跟你这种家伙比 画师嫌弃了起来 呵呵 知晓这家伙恶劣本质的乐师 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愁苦轻叹 来之前 局长跟我下了 死命令了 艺术局未来十几年的预算 就看咱们了 根本就不现实好吧 这怎么打 就跟上次一样呗 努努力 打不过就投了 画师摸了摸口袋 面色微变 你那儿还有多少钱 乐师想到自己不翼而非的钱包 神情也越发精彩起来 要不 我带你 去找刚刚我认识的一帮好兄弟 我看那纸房子住起来 也挺不错的 你傻呀 画师看不下去了 给了他后脑勺一巴掌 咱们不会去住伦敦歌剧院吗 对哦对哦 乐师的眼睛也亮起来了 就在隐约的对话声里 两人的身影 消失在了长街的尽头 而差不多就在计划启动的同时 系伦敦的一座安全屋内 坐在沙发上 还在刷手游日常的槐尸 忽然眼前一黑 手机从沙发上落下 身体一阵本能的抽搐 剧烈喘息 当再一次抬起脸的时候 那一张苍白的面孔之上 已经毫无血色 感受到了 自己灵魂中的圣痕 影子中的灾厄 还有那超越常人的感知和力量 尽数消失不见 自大秘仪的压制之下 失去了回应 仿佛被夺走了一样 就像是鱼离开了海洋 这让他习惯了力量之后 越发地难以适应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和不安感 万幸的是 灵魂中的武装原型依旧还存在 而且依旧如此的驯服和顺从 没有丝毫的失控迹象 只是 最后当他拿起手机 调整成自拍界面时 便不由得大惊失色 坏了 我挂没了 从牧场主那里抠来的眼睛 才用了没几天 热都还没热乎呢 就没了 原本琉璃一般绚烂的色彩 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缕若有若无的红光 被压制到了极限 早跟你说过了 办公桌后面的爱情瞥了他一眼 后悔了的话 赶快买下一班机票走人 决策是 一定会把你绑在飞机上 送你回象牙之塔 走是不可能走的 我来伦敦的感觉 和回家一样好吗 怀师震声反驳 统侠局里各个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我超喜欢伦敦的 你不如问伦敦喜不喜欢你 爱情收回了视线 继续寻觅着屏幕上的线索 可怀师却在他挥手的时候 看到他手背上一闪而逝的隐隐微光 吸引了他的视线 那是什么 有些酷炫啊 嗯 你说这个 爱情抬起手背 向着他展示着 刚刚浮现的天文会灰迹 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个是架空机关的律令系统 只要有它 可以下达绝对指令 强制下属执行任务 他说 话而言之 现在你已经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工具了 怀师 这么神奇 怀师 怀师瞪大了眼睛 就比方说 爱情忽然伸手 只向了怀师 坐下 啪 等反应过来的瞬间 怀师竟然已经坐在了沙发上 短暂地寂静到来 这么厉害吗 怀师震惊失声 下意识地抓住了爱情的手 仔细端向 让我康康 可翻来覆去 不论怎么看 都看不出其中的神意和奇妙 然后 就被美好气儿地甩开 才察觉到 爱情那看智障一样的轻蔑眼神 这世界上 怎么可能存在那种东西 爱情反问 倘若真有什么律令的话 那还用得着什么再生计划 那这是什么 怀师呆滞 这只是参与者的标志而已 一个图章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是 爱情反问道 你以为呢 啊这 陈莫里 怀师开始尴尬了 看向了其他地方 刚刚 嘿嘿 真是累了 你看腿就软了一下 知道了 知道了 屏幕前面 爱情头也不抬得应付着 随意伸手 茶 啊 好的 怀师不假思索地回答 然后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把茶杯端过去了 在键盘敲打的声音中 只有怀师呆滞地捏着茶壶 开始思考 这个女人 她真的没什么律令吗 不可能吧 第1428章 秩序的意义 不会吧 不会吧 怀师坐在热水器前面 正正发呆 自己堂堂灾恶之间 理想过的条律师 不会被人给扑凹了吧 她捏着下巴 抬头看向了爱情 收回视线 又抬头看了一眼 直到爱情烦不胜烦地抬头看过来 你究竟在看什么 啊 呃 我在怀疑 你是不是悄悄藏了什么怀师遥控器 这样的话 肯定说不出口 怀师只能咳嗽了两声之后 顾左右而言她 这个在 再生计划 感觉很艰难的样子啊 我有点担心 确实 局势对我们来说算不上好 爱情的双手交叠 拖着下巴 好像在对怀师解释现状 又像是自言自语一般 出于监察权 执行权和审判权 不能同存的准则 同时 也为了避免失控 所以 统侠局在一开始就做出了限制 即便是具备着现金最发达 和庞大的情报和监控网络 但架空机关并不容许 具备直属的武力部门 即便是行动 也是戒掉其他的部门 或者干脆加入其他部门的行动 作为配合 导致现在我可以动用的人手 出现了致命的不足 一旦我受到重伤无法行动 或者死亡的话 就会出局了吧 说着 她的眼瞳抬起 看向怀师 就像是你所允诺的那样 安保的职责就交给你了 怀师 放心 贴身保镖吗 怀师拍着胸脯保证 今天让你见识一下 我们天国谱系的贴贴营业 我一定寸步不离 爱卿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她 沉默凝视 许久 直到怀师尴尬地一开视线 咳嗽一声 好吧 有的时候 我也可以离一下 不 如果你觉得这是为了安全考虑的话 我不会反驳专业人员的建议 爱卿淡然地说道 我只是好奇 你看上去 似乎很有经验的样子 什么经验 怀师不减 不 没什么 当我没问过吧 爱情微微一叹 似是自嘲 将眼前的电脑屏幕关闭 在文档保存之前 所有有可能参与这一场游戏的调查员 和他们所有可能代表的机构和组织 已经被梳理出了三分之一 能够真正确定参与的人里 只有六个 可偏偏即便是这六个 依旧让他开始久违的头痛 如此棘手 都是一帮麻烦角色呀 嗯 怀师好奇 难道打不过 有你这样的排在手里 打不过的对手并不存在多少 爱情说 要担心的 法师会不会因为过于出挑而被挤火吧 对对对 有时候太强了 也是烦恼啊 怀师点头 眉飞色舞 多说点这个 孩子爱听 回应他的是爱情一如既往的冷漠眼神 等到怀师平静下来 正经危坐之后 他才继续说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以达成意识的统一 作为比赛目标的话 那么 所谓的再生计划 就是以斗争球共存的杀核游戏 我们的冲突和斗争 将在白银之海中形成映射 吸引相关的思潮 在模拟之中产生变化 令仙导会观测到未来的方向 因此 关键在于 我们的存在 就是向白银之海 发出自己的声音 的主张和立场 以自我的灵魂去代表重量 自先导会的衡量之下 投入运算之中去 即便是死亡 也无法消灭思想 我们所代表的 不只是我们本身 爱情说道 所以 关键在于 如何让对方放弃 即便是同盟的前提 也一定是一部分人的主张 先做出退让 他的手指伸出 在面前的空气中 勾勒出一个简易的关系图 就比方说 极权主义者 绝对不可能对自由主义者妥协 但同时 陷阱派和边境派中的 保守派系 则是双方都在 竭力争取的中立阵营 而陷阱派和边境派 之间的矛盾 已经水火不容 边境城市觉得 陷阱一直在自己身上吸血 而陷阱派觉得 已经提供了更多的支援 所以需要更高的回报 同时 统辖局内部 武昌不满足于 统辖局的过多干涉 主权派开始逐渐抬头 而主权派和边境派之前 同样存在着 无法和解的矛盾 而极权派和主权派 在对立的同时 也有着陷阱派 这样天然的盟友 还有 B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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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世呆滞 明明每个字 自己都认识 可从脑子里浮现的时候 都会变成 面目全非的马赛克 只是短短几句话 就已经开始 对统辖局内部 错综复杂的立场 感到了震惊和敬佩 只能说 明明属于同一阵营 竟然还能有这种 你死我活的关系 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 正因如此 能够包容彼此 同时存在的体质和框架 才是最重要的 爱卿回答 陷阱是人的陷阱 白银之海如此庞大 而人的历史 又太过漫长 传承和坚持的东西太多了 以至于彼此之间 无法调和 我们注定无法像是 理想国一般的单纯 但因此 才凸显出统辖局的必要 调和所有人 连接一切 这就是新的秩序 存在的意义 理想国已共同的理想 约束全体 而统辖局 所以靠的 便只有这由全人类 所认证的秩序 那么 那我们的主张是什么 怀尸举手 好奇地发问 首先 作为统辖局内部的 监管部门 以及情报机构 我们要确保 架空机构的地位和权力 不受到动摇 同时 就我个人而言 非常赞同X女士的提案 爱情露出了 似是愉快的笑容 在财车庸郁构成 简化内部关系的同时 进一步地 加强内部的监管和速查 他停顿了一下 好奇地问道 你不觉得 如今统辖局的废物含量 太高了吗 怀尸悄悄地吸了一口 空调冷气 透过那笑容中的阴暗气息 他仿佛隐约看到了 风雪中的 卢比扬卡大酒店 这个女人 一无聊了之后 就想看血流成河啊 真可怕 但这关我们天国 谱戏什么事情呢 况且 多干掉几个 失位素餐的废物 少几个啥也不会 却觉得自己啥也能行 每天闲着没事 就会给别人添堵的货色 这事 听着就能下三碗饭 所以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怀尸捏着下巴 提议到 先打死几个不长眼的东西 开开昏 捏了软柿子之后 获取主动 高调宣称主张 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 激发他们的对抗 同时进行强势兼并和蚕食 你来负责交涉 我来负责干架 咱们双管齐下 不 如果保险起见的话 应该先推出一个傀儡 来负责吸引火力 我们就有操作的空间 越说 他越兴奋 灵感源源不断地从脑子里跳出来 眼睛都亮了起来 这再生计划 妙啊 只要利用各派之间的仇恨和敌意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 将他们一个个分而化之 如果有爱情的情报配合 自己甚至不需要出面 藏身幕后 稍微捏住几个把柄 在恰当的时候 稍微推一把 就能够让对手们 一个个在不断的斗争中 血尽而亡 最后场上 只剩下自己唯一一个赢家 稳了稳了 这把我带费 等他兴致勃勃地 说完了自己的计划之后 就发现 室内迎来了漫长的死寂 沉默之中 爱情端着红茶的手 微微颤抖 抿了一口 克制着把这个家伙 就地枪毙的冲动 深呼吸 怀师 嗯 爱情看着他 严肃地强调 我们是要达成统一 不是在内斗里自取灭亡 啊这 怀师愕然 才发现 自己那十分具备可行性 且成功率相当高的计划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打到最后 人好像都死绝了 那怎么办 他挠着头 有些无奈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们统侠局好难搞哦 至少有一点我很赞同 我们没必要这么急着抛头露面 爱情说 目前可靠的情报太少了 我们的牌也太少 在对手状态未知的状况下 贸然行动不是好主意 作为后来者 必须先弄清楚 局势才行 他停顿了一下 还想要说什么 可是却听见了桌子上的震动声 手机的屏幕亮起 来电 通过天文会的内部网络 高层的加密线路连接而来 安全性上有所保证 暂时不用担心位置暴露 但此刻 来电本身就已经说明了 自己的身份 已经暴露在了不少有心人的眼中 可莱门斯那个家伙 爱情的眼神阴沉起来 倘若不是那个家伙自作聪明的话 自己不至于一开始就那么被动 果然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让他太占便宜了 虽然心中思绪电转 但他的动作并没有迟滞 在想过了三声之后 便拿起了手机 接通 这里是爱情 这里是汉密尔顿 即便是屏幕上 已经显示了来电者的身份 那个低沉的声音 依旧矜持地自我介绍 内政部的阿德里安 汉密尔顿 阿德里安 汉密尔顿 只是这个名字 神情和煦的 微胖金发男人的照片 就浮现在了眼前 男 41岁 立法事务局副助卿 内政部的实权人物 在私下里 是统侠局的 秘书俱乐部的管理成员 名声卓著 而同时 他也是极权派系的代表 主张打破统侠局的桎梏 全面接管陷阱 监管如今所有政府机构 避免内耗和斗争 以达成全人类的统一 目前已知的六个角色中 最为麻烦的一个 没想到第一个 打电话过来的是你啊 爱琴轻声感慨 毕竟 之前你们闹出来的乱子 可不算小 自然值得注意 阿德里安开口说道 既然你的电话能打通 那么就说明 克莱门斯被淘汰了吗 爱琴忍不住想要发笑 让我猜猜看 你该不会就是 克莱门斯所寻求的盟友吧 前提是他成为 正式的参与者 阿德里安并不否认 对盟友这么冷漠吗 爱琴问 听上去真让人 为克莱门斯先生难过 意向这种东西 在合同敲定之前 都是废纸 就好像没有公事的草案一样 在没有决定之前 自然可以随意对待 拿去叠飞机都没关系 可是 一旦公事完成之后 就再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就算里面藏着天大的漏洞 也必须承担后果 把被打落的牙齿 咽进肚子里去才行 阿德里安说 诚实 这就是内政部的美德 那善良和仁慈 就是架空机构的代称了 爱琴毫不掩饰自己的嘲弄 请问 有何贵干 那么 要合作吗 阿德里安直截了当地问 我这里 为你准备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为了争取架空机构的支持 内政部也愿意做出让步 执法权 爱琴问 不可能 阿德里安断然反驳 但直属武装的部分 可以适当放开口子 同时 我也非常赞同 X女士精简机构的主张 爱琴皱眉 我没听错 内政部想要给自己动刀子 多余的声音太多了 破后腿的家伙也太多了 不是吗 阿德里安说 部长已经给了我充分的授权 这是内政部的许诺 我们需要架空机关的联合 爱琴沉默片刻 开口问道 那么 条件呢 情报的配合 自然不必多说 除此之外 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但唯独 有一个额外的条件 阿德里安说 就让统侠局的事情 归统侠局吧 一瞬间的沉默里 爱琴的神情微微变化 实话说 你应该清楚我的主张 我并不打算隐瞒 我无法容许再生计划中 有理想国的存在 我所想要看到的天文会 是没有理想国的天文会 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东西 就还是让他埋在尘埃里如何 阿德里安礼貌地说道 当然 我尊重槐师先生 为陷阱所做出的贡献 也对先辈们的牺牲 深感敬佩 但立场有别 能否请槐师先生 即刻出境呢 曹 旁边磕瓜子的槐师傻眼了 怎么谈得好好的 怎么忽然 就瞄准我了 我都还没开始搞事情呢 你们这帮统侠局的臭弟弟 怎么就开始排挤外来老实人了 不可能 爱琴断然回答 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这一点没得谈 槐师是统侠局的特等五官 也是我一手发掘 睁目的行动干员 阿德里安先生 你的信誉上不足以支撑 你的许诺 同时 我也没有愚蠢到 因为几句许诺 而交出自身的安全 短暂的沉默之后 阿德里安轻声叹息 看来没有继续沟通的可能了 我很遗憾 爱琴说 不 遗憾的应该是我 阿德里安说 抱歉 我不能放任架空机构 这么危险的权限流落在外 也无法容忍理想国 在先导会的计划中 指手画脚 因此 我将对你发起攻击 直到你认输退场为止 他最后提醒 所以 请小心 爱琴挂断了电话 而就当电话挂断的瞬间 他就听到了 狭窄室内所掀起的轰鸣 沙发崩裂 坍塌 怀师抱起入殿 雨步踏前 向着他笔直的飞扑及驰 啪 当仿佛瞄准镜一般的十字准星 从爱琴的身后墙壁上闪现一瞬 便有灼红的子弹 骤然突破了空间的阻隔 呼啸而来 在这一瞬间 袭击开始 第1429章 反击 面对着促然之间 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子弹 怀师已经将所有的思考 交给了本能 自瞄准标所显现的瞬间 他便 已经倾听到了 不属于这一处房间之中的名洞 有什么东西即将到来 透过那一片狭小又短暂的入口 向着爱琴 于是 雨步 三重雨步的反作用力 令他身下的沙发 在瞬间崩塌 炸裂 扭曲的框架弹起 被踩成了碎末的鹅绒 像是烟雾那样 在暴风中扩散 飘扬 怀师已经弹出 一步跨越了整个房间 踩着愤怒化身的背脊 腾空而起 翻越了办公桌和下方的爱情 自从他的身后落地 生根 双脚泄入了地板之中 就在这过程之中 短暂又漫长的深息 已经迎来了结束 他伸出了双手 向着那一道突破了瞄准标志 自虚空中袭来的子弹 铁光欢呼 仿佛兴奋地呐喊咆哮 自铸造之王的凝视之中 红光自同中一闪而逝 怀师已经听到了弹道的轨迹 紧接着 仿佛炸弹爆破的巨响迸发 自他合拢的双手之间 瞬间 盖过了子弹破空的声音 自弹道的轨迹之前放 怀师的双掌合拢 食指展开如莲花 又自这漫长到 仿佛凝固的时光里 缓缓地收缩 影响了烧成赤红的刚心子弹 明明是肩不容发的瞬间 怀师的意识竟然一阵恍惚 并非是来自对手的攻击 而是 不由自主地 回忆起了往日 几乎烙印在自己记忆中的画面 曾经的果园健身房内 罗老空手接子弹的画面 让怀师惊为天人的场景 还有那宛如抵达巅峰的记忆 可如今看来 那神秘而惊人的技巧 看上去却如此地朴实明晰 毫无花巧 洗练又直白 就好像在工作的时候 顺手拿起旁边的杯子喝水一样 无需特地的准备 只是意识 在下达决定的瞬间 身体 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做出了反应 只需要 如此便可 怀师无声微笑 那一瞬间 展开的食指 如同花苞那样 向着刚心子弹收缩 轻巧地笼罩在那 稍纵即逝的方位之上 无声地包裹 在食指的拨弄之下 子弹的回旋被打破了 自空气中翻滚 又自指尖轻巧地弹动之下 无从挣脱手掌的束缚 直到最后 恐怖的动能 自双手之间层层削减 在扩散的飓风中 怀师将气息长长地吐出 缓缓展开了双手 便看到右手掌心之上 那依旧如同球体一般 转动回旋不休的子弹 焦化漆黑的血肉 在怀师的凝视之下 缓缓剥落 又缓缓地重生 到最后 除了一片胶痕之外 什么都没有剩下 而感受到其中残存的原汁波动 怀师的眉毛 微微挑起 暗杀型灵魂能力 多半是有了某种媒介和讯息之后 就能够形成效果的能力 表现方式 是突破空间距离 从距离目标最接近的介质中 传达攻击 只有短暂到不足半秒钟的反应时间 但为什么不使用炼金武装 或者是边境遗物 子弹也是普通的刚性 因为灵魂能力 过于追求精密 为了避免干扰吗 还是说刻意藏桌 有点难搞啊 他轻声感慨 则 爱情面无表情地捏着手里的手机 看向了上面的电话号码 而与此同时 另一处阴暗的空间中 仿佛靶场一般的环境里 趴在地上的射击者 也从狙击镜前面抬起了眼睛 看向了悬挂在通道镜头的证件照 却没有看到子弹的穿孔 则 他伸手 拉动枪栓 一枚弹壳从膛中抛出 而整个枪身 已经烧成了赤红 弯曲 连带着他的手 也烧出一片水泡 没有命中 目标似乎有某种方式 抵挡我的狙击 是否继续 狙击手拿起了对讲机 对另一头问道 增加目标二号 缓冲完毕之后继续 不要停止 十分钟之后撤离 一个苍老的命令 倘若只是这样 就能让那位知难而退的话 倒也不算浪费 收到 狙击手放下了对讲机 随便往手上喷了一点 烧伤药剂之后 不顾烧伤之后的痕迹 再度 端起了狙击枪 深吸了一口气 平住呼吸 看向了悬挂在 把机上的崭新照片 右眼毫无同仁的 苍白眼球中 虚无的视线 跨越了漫长的距离 令模糊的身影 渐渐清晰 再度锁定了爱情的面孔 而就在这之前 捏着子弹的怀尸 已经回头看向了爱情 对方似乎已经掌握了 某种跨越空间 对我们进行袭击的方法 怀尸问 是否撤离 撤离有用吗 爱情看着一片狼藉的室内 轻叹 我们被挑衅了呀 怀尸 阿德里安那个家伙 果然不愧是内政部的中间 说两套做三套 都不足以形容 那个家伙的恶劣本质 究竟是谈判不成功 决意开战呢 还是说 从一开始 就做好了暴力驱逐的准备 能追踪到来源吗 爱情问 有点麻烦 我试试 怀尸端起指尖的子弹 明示 好奇地问 你从哪来 子弹 沉默 无声 而怀尸张口 向着钢铁吹了一口气 便有隐隐的鸣叫声 从其中响起 灵魂能力已经渗入其中 阅读其中的记录 还有原质波动 西南边 话音刚落的瞬间 十字标闪现 轰鸣声再度爆发 在一颗破空而至的子弹 已经落入了怀尸的手中 痴痴作响 残存的笑声回荡在耳边 回答着铸造之王的提问 嗯 这次更加清晰一点了 怀尸说 大概的范围应该能够签定 追记者 49岁 男 原案军团退役狙击手 万涅之急注册杀手 灵魂能力 刻骨寻仇 媒介事目标的照片 最大范围29公里 受限于灵魂能力的限制 无法使用边境遗物 和骤弹发动攻击 想来麻烦一点的话 应该又燃烧弹吧 短短的半分钟时间 爱琴已经在架空机构的 数据库中完成了检索 他和他所属的猎狗小组 给内政部干了不少脏活 具体的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 好的 怀师微笑 那么 命令吗 发起反击 爱琴说 我要求你 代表我 对挑衅者怀疑颜色 要留一口气吗 怀师捏着子弹 好奇地问 干掉 爱琴不假思索地回答 如果有阻拦的人 一个不留 但凡妨碍的人 也全部杀掉 哪怕只是瞪了你一眼 也绝不能留下 好的 怀师笑了起来 看了看墙上摇晃的钟表 对他说 五分钟 随手 将怨憎插在了地板 刀锋绷解 化为无以计数的压语 自空气中飘荡翱 将爱情笼罩其中 愤怒化身的轮廓 从他的周身影线 就这样 他转身推开了窗户 凝视着浓厚夜色中 渐渐沉寂的城市 还有无数的灯火 反身而下 跃入了高空之中 自呼啸而来的狂风之中 他吹着口哨 舒展身体 看着迅速放大的一切 悲伤之所从袖中骤然弹出 扯向了远方高楼之上的信号塔 骤然之间 坠落化为了摆荡 转化的势能 推动着他的身体 向前飞出 留下了愉快的呼声 仿佛翱翔那样 他自伦敦及持 大笑 在悲伤之所的拉扯和牵引之下 庞大的城市自脚下掠过 街道 行人 见住竞数被甩在身后 悲伤之所的尖端 粗暴地泄入了石和铁之中 向着明洞来出延伸 可就在这数百米的高空之下 怀尸的死亡预感骤然迸发 就在眼前 高耸的写字楼之上 灯火通明的格子间之前 那一张张巨大钢化玻璃中 竟然悄然浮现出了一个瞄准的十字标 对方 更换目标了 自半空中 无从变换方向 自稍纵即逝的瞬间 怀尸的手掌 松开了悲伤之所 凭借着那摆荡的力量回旋 苦痛之锤 自手中巨线 摇摇对准了狙击弹道的来处 狼兽锯锤的背后 引擎喷口一般的裂口内 愤怒之火装填 爆发 哄 半空之中 在愤怒引发的动力之下 铁锤砸落 正面轰击 走你 伴随着金属破裂的巨像 弹头倒飞而出 泄入了钢化玻璃里 在熬夜射出门呆滞的视线中 自玻璃上留下了一道道 扩散的白痕 而一个身影 已经从窗前无声而去 消失之前 还想着呆滞的观看者们 挥了挥手 无声道别 我雕 端着咖啡的精力探头 看着那大厦之间 飘荡而去的身影 难以置信 捏啊 蝙蝠侠 那是蜘蛛侠吧 另一个人纠正 两人目光对视 顿时仿佛发现了异端一般 熊熊火光自同中燃起 火花自视线中飞蹦 有绳子就是蜘蛛侠吗 凭什么 还有人强调 说不定是调查兵团呢 煞时间 那两人之间的战役和火焰消失不见 回头瞥了插嘴的家伙一眼 便开始和须地谦让起来 你说的对 确实有可能是蝙蝠侠 不不不 蜘蛛侠的人设更加符合一些 还是泰山吧 泰山最符合 啊 对对对 泰山 泰山好啊 我最喜欢泰山了 嗯 还有柯南 就这样 无视了身后嘈杂的噪音 大家达成了共识 或许 这就是漫长的加班煎熬之夜中 所出现的小小惊喜和奇迹 而就在靶场之内 追击者抬起眼睛 已经汗流加倍 警告 二号目标的位置出现了一栋 正在 向我靠近 他说 B计划 B计划 啪 在信号塔之上 一道电光跳跃 闪现 夜空高楼之间 清脆的琵琶声 骤然在空气中炸响 一道耀眼的电芒驰骋 向着槐狮 扑面来 第1430张B计划 什么鬼东西 就在追着那一缕共鸣寻觅之中 天台之上的槐狮 听见了身后骤然迸发的鸣动 如此突兀 又如此的熟悉 就像是 雷声 再反应过来 转身的瞬间 雷霆已经近在咫尺 那一道急迟而来的电光中 骤然有半截身体的轮廓探出 手中那一把星红的刀刃 无声地向着槐狮的脖梗横扫 断头 才怪 半空之中 槐狮反手从背后 撑起了愤怒之符 挡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披斩 可横扫的刀锋 却在雷电中消失不见 环绕周身 从他的面前骤然浮现 对准了心脏 刺落 蹦 悲悯之枪自回旋中扫出 枪身破空七笑 抽打在了电光之上 或在瞬间击溃 电光倒飞而出 自空中再度击驰而来 锁定了槐狮 接连不断地发动了进攻 但指尖 数十次的进攻 自槐狮轻描淡写的抵挡之下 尽数被格档在外 而就在电光的突进中 升华者的身躯 在远方重现 遥遥看向了槐狮所在时 便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了一丝忌惮 竟然全都挡住了 这个家伙 好棘手 可正在那一瞬间 他察觉到了槐狮投来的眼神 并非是轻蔑或是嘲弄 而是无奈 就好像面对着一只 嗡嗡乱叫的蚊子一样 轻叹 好乏啊 美德之间的轮廓字 掌中重铸 怀石点头 既然你这么着急 先解决掉你好了 那一瞬间 就在这被自己当作 主场的数百米高的天空之中 升华者陡然之间 却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恶寒 在那一双眼瞳的凝视之下 再然后 剑刃之中喷博而出的光焰 便已经近在咫尺 哄 电光翻滚 折射 倒卷飞驰 十字标再度浮现 在关键的时候 带来了援护射击 令半空的怀石弹射的速度 微微一致 而倒飞的电光中 升华者重整旗鼓 鼓动了所有的力量 再度袭来 此刻数百米的高空之上 便是足以埋葬怀石的陷阱 锁定了目标 不论多么远的距离 都能够进行狙击的能力 还有化身为 电光突破空间束缚 进入恐怖急速范围的暗杀者 两两结合 所形成的杀伤性 岂止倍增 就算是怀石 也不由得赶到了棘手 大概 或许 可能呢 实在是 怀石遗憾轻叹 不自量力 自他漠然的凝视中 急迟的电光 竟然再度一致 影中的悲伤之所骤然飞射 纵横交错 封锁了去路 然后缠绕在电光之上 抓到你了 那一瞬间 电光之中的升华者 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笑容 如此猙獰 西伦敦 道路旁边 河流奔涌 深夜的车辆 依旧络绎不绝 行人们神色匆匆 只不过 其中却混杂着一个异类 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步履轻盈 尖头 扛着一束 被布帛所包裹着的沉重物体 只是从那轮廓之上 隐约能分辨出 什么猙獰的凶器 可出乎预料的是 他竟然一路大摇大摆地 扛着这一件东西出入 没有任何人的阻拦 或许是那灿烂的笑容 和年轻的面孔 让人忽略了 隐藏在背后的威胁 他歪着头 正在和另一头包着电话周 笑容温柔又愉快 放心 只是当打手干几家而已 据说会有不少抢手会来 说不定这一次 有机会能遇到那个老头 好好的跟他打一架 我懂 我懂 一定会注意的 我搞得定 他说 等过一段时间 我攒够了钱 我们就 卧槽 哼 就在震惊的呼喝声里 他只看到一道耀眼的电光 从天而降 确切地说 是坠落 仿佛陨石 在某个消瘦人影的践踏之下 砸入了大地 翻滚 又被急驰而来的卡车撞飞 在半空中狼狈地呕血 再度化为了电光 仿佛逃窜一般的飞驰 紧接着 又在锁链的拖叶之下 戛然而止 说走就走 是不是不太礼貌 另一头破碎的公路上 怀尸牵着锁链 好奇地发问 然后 在那一瞬间 锁链收缩 潮声泛起 骑海之众 额旁 哄 电光之中的升华者 好像个皮球一样 被砸飞了出去 又在锁链的拉扯之下 再度飞驰回来 惊恐地瞪大眼睛 然后 再到了站在原地的怀尸 摆出了标准的击球姿态 走你 即便是在最后的瞬间 将自己的半身原置化 那恐怖的冲击 依旧令升华者的灵魂 崩裂出惨烈的缝隙 在这难以言喻的绝望之中 他已经明误了自己的结局 再不抱有任何的侥幸 奋进了所有的力量 向着怀尸扑出 进入了从未曾有过的 恐怖急速 电光一闪 狂乱的电流如潮 将怀尸没入其中 紧接着 又仿佛幻觉一般消散 只剩下一个残缺的身影 停滞在了半空 在怀尸的手掌之中 握紧了那一张呆滞的面孔 怀尸似是疑惑 好像发生了什么 就连他自己 都无法理解的事情一样 无法确定 一时间 甚至就连那一颗 向着自己飞射来的子弹 都差点忘了 而当他终于反应过来之后 神情就渐渐微妙 让人难以分清 那究竟是怜悯还是鄙夷 从来没见过 这么慢的电 在那一瞬间 怀尸的手中 升华者的面色变化 听到了扑面而来的海潮声 额旁 潺弱的电光轰然炸裂 一团血物 自狂风之中滚滚扩散 那一把血液锁住就的断裂刀刃 从风中飞出 落在不远处 那个年轻人的脚下 然后 直到那时 茫然的年轻人才察觉到 血雾之后 那一双向着自己看来的眼眸 就仿佛铺天盖地的黑暗 化作狂潮 吞没了灵魂 堪比深海的恐怖压力和冰冷 降临在了灵魂之中 令他的动作凝固在 把武器的半途之中 当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 汗流加倍 怀尸问 敌人 年轻人吞了口吐沫 疯狂摇头 要打吗 怀尸再问 年轻人摇头 哦 那不好意思 打扰了 怀尸点头 最后看了他一眼 顺带一提 夹克品味不错 说吧 一根锁链从手中飞出 拉扯着他急驰而去 消失不见 只剩下死记里 年轻人剧烈地喘息着 僵硬 许久 才听到电话 另一头的呼喊和声音 吞了口吐沫 就仿佛 再度地回忆起 那个怪物 看向自己的眼神 不由地站立 这个我可能有点搞不定啊 他呆滞地呢喃 捏着电话 看向空空荡荡的夜空 自言自语 要不 算了吧 喂 持电 持电 听见了吗 靶场之中 追击者再度扣动扳机 强忍着手掌那钻心的剧痛 射出了子弹 可是 却依旧毫无回音 包括无线电台里 也一样 五分钟还没到 可是他 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 意外出现 任务放弃 他短暂的简报 抛下了所有的武器 推门而出 在空旷的大楼之中狂奔 舍弃了便利的楼梯 扯着安全绳 撞破了窗户 向下速降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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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逃出的瞬间 便听见了大楼内部传来的接连不断的巨响 他所布下的陷阱被触发了 以惊人的速度 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 来者笔直地向上 在察觉到的瞬间 他只感受到了一阵恶寒 幸亏自己跑得够快 要不然的话 你好啊 弟弟 在坠落之中 他听见了耳边传来了轻柔的问候 如遭雷击 就在他的旁边 同样垂索而下的怀尸 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 笑容灿烂 Shift还在吗 糟 那一瞬间 追记者的眼瞳收缩 最后所看到的 只有一片黑暗 半秒钟之后 失去生命的尸体 坠落在了地上 发出闷响 对讲机里苍老的声音还在继续 别慌 限制住他 庄严即将到场 就在这里 让他彻底退场 寂静 喂 追记者 对讲机里的声音催促 追记者 回话 无人回应 寂静里 只有怀尸弯下腰 按下了按钮 礼貌地告诉他 不好意思 放冷枪的臭弟弟死了 建议下次 你们的速度再快点 至少 能陪他一起上路 最后 他友好的道别 请替我向阿德里安先生问好 跟他说 我记住他了 碰 他抬起脚 踩碎了对讲机 冷漠地撵成了尘埃 转身离去 用13分钟 所有对手清理完成 回去的路上 耗费了一分钟 总计4分钟 零16秒 而当他回到了安全屋的时候 便看到了满地狼藉 还有脚下的尸体 就在追击者改变目标之前 当怀尸的身影从高楼之中荡过时 黑暗的窗户之后 有人拿起了对讲机 观测到怀尸离场 风暴小队准备 风暴小队收到 定位完成 道路封锁完成 风暴小组就位 B计划开始 凭借着追击者的锁敌范围所带来的限制 在阿德里安的电话播出之前 他们便已经大概确定了爱情所在的位置范围 此刻 当察觉到怀尸离去的瞬间 早有准备的猎狗小组 便已经开始突入安全屋 字面意义上的 风暴席卷 苍白的狂风撕裂了大楼的外表 留下裂隙 撞碎了大楼的玻璃之后 从门厅突入 疾风之中的数个身影 急迟向前 在最中央 闭着眼睛的男人 忽然睁开了眼睛 九楼 目标孤身一人 小心二号目标留下的原制武装 暗风带我上去 冲在最前面的男人伸手 抓住了另外两个人 三人的身影 同时一阵闪烁之后 融入狂风之中 瞬间突破了楼层的限制 撞破了安全屋的大门 动 哭售的中年人 在进门的瞬间 双手展开 将一切物质变化冻结 防备炸弹 和隐藏的陷阱 而代号暗风的升华者已经伸手 苍白的风暴再度交织 灌入了院增所化的防御圈内 撕裂 在恐怖的压力之下 他已经面色涨红 死死地压制着 愤怒化身的冲击 快 暗风怒吼 就在最后 脸上带着疤痕的升华者 猎人已经握紧了拳头 向着爱情 白兽 来 令灵魂能力活化的力量 绝不止怀石一家 此刻 随着猎人的呼唤 一片宛如水银的液态物质 凭空浮现 涌动着向着前方蔓延 一只只宛如虎狼的爪子和牙齿 从其中浮现 隐隐勾勒出树枝 机型引虎缝合在一起的诡异模样 同愤怒化身纠缠在一处 确认目标 暗风报告 射击 哄 窗外的夜色之中 潜伏久违的狙击手 再度扣动了扳机 漆黑的子弹 从边境遗物的堂中飞出 划出了一道漫长的弧线 钻过了层层阻拦之后 灌入了窗户的缝隙之内 笔直地飞向了爱情的额头 然后 在半空中 撞上了无形的墙壁 戛然而止 编号骤弹 爱情抬起眼睛 凝视着停滞在半空中的子弹 似是诧异 真过分啊 我可是文职人员 而一直到现在 他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影像 也还在继续播放 来自铸铁军团内部的机密资料 是仿佛课堂一般的地方 军装的男人站在黑板前面 还在继续讲解着内容 因此 能量控制型的灵魂能力 最重要的是 保持距离 移动作战 不要将自己置顾在狭窄环境之中 在不具备圣痕的情况之下 优先保存自身 原来如此 爱情恍然地点头 一动鼠标 关掉了播放器 虽然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但姑且还算是有用 再没办法的状况下 也只能照着试试看了 说着 他抬起了手 仿佛手枪一样的姿势 食指和中指之间 夹着一颗新红的余镜结晶 摇摇地对准了突入房间的几人 然后 他扣动了扳机 哄 整个大楼在突如其来的巨响中 陡然一阵 有那么一瞬间 整个房间都被耀眼的光亮所吞没 一束新红的火光 从他的指尖迸发 突破了层层楼板的线纸 自另一头喷泊而出 点燃了虚无的夜色 越是向外 就越是扩散 留下了一道耀眼到不可直视的艳光 扩散的火焰里 暗风浇烂的尸首 仰天倒下 倒映在了其他人难以置信的眼瞳之中 而在办公桌之后 爱情恶然地汗手 威力看上去还不错 控制上还有所不足 但只要不把这一栋楼给弄塌了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说着 他伸手 从身旁的箱子里 拿起了另一块 遍布着扭曲面孔 一般图纹的金属铁球 接下来 试试熔魂精的效果吧 于是 在他的手中 宛如灵魂垂死的哀鸣 轰然爆发 时隔了漫长时光之后 再是杀了自己的祖父之后 从未曾再动用的力量 于此解封 灵魂能力 解放之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